如果中间选民有一半不投票 那么民进党动员就能绑架全国 中间选民决定公投胜负 公投进入倒数阶段 各家媒体民调开始计算通过门槛 ET Today民调显示 反莱猪案56比37 唯一维持明显优势 绑大选案47比44 一个月前是56比34 被拉近19% 早交案45比40 一个星期前是51比34 被急速拉近12% 值得注意的是不表态率 是其他三案的两倍 核四案45比48 被反超3%在误差范围内 而且支持反对没有太大的变动 甚至可说核四案本来的差距就最小 其实不是破口 而是在民进党几千场动员之下 还能防守的铜墙铁壁 这份ET Today是只看一定会去投票者的数字 所以如果把中间选民纳进来 核四仍然是有优势的 另一份是TVBS民调 这份的四案都是同意大于不同意 反莱猪55比33 绑大选53比35 核四46比42 一个月前是42比45 我们原本输 现在逆转赢 藻礁39比35 被拉得跟核四一样近 而且竟然有25%不表态 跟ET Today民调一样 比例是其他三案的两倍 代表非常多人在犹疑 可是TVBS民调点出一个关键 那就是投票率是否过同意票门槛25% 如果考虑一定会去投票者 反莱猪确保27% 榜大选确保26% 都只是略高于同意票门槛 核四确保24%稍微低于门槛 必须仰赖中间选民投票 藻礁则只有20% 因为不表态率实在太高 结论是从ET Today民调也好 TVBS民调也好 甚至是之前的美利岛民调 台湾民意基金会民调 所有民调都指出同样事实 中间选民决定公投胜负 如果中间选民有一半不投票 那么民进党动员就能绑架全国 别说拉锯的核四和藻礁 连领先最多的反莱猪都会被翻盘 拜托各位 现在就是决战的时刻 请你跟着我们一起上街头 或者打电话给亲朋好友 一票一票地拉同意 只有让够多的中间选民进场 我们才有胜利的希望 否则我们退无可退 我们的身后就是家人 我们不愿意再看到更多人 因为肺癌而死去 我在此预告 投票日前的最后一周 我将会在自由广场发动绝食 核四当年会封存的因果 是林毅雄种下的 他喝豆浆假绝食绑架台湾 忽视了中南部民众 饱受空污而死亡的痛苦 现在由我来收回这笔不良债权 用同样手法讨回公道 全民都应该要站出来 决定国家未来的政策 民进党洗脑式的宣传 正反方资讯是完全不对等的 决定国家命运的公投 却被政府绑架 许多民众根本不知道 12月18日要投公投票 我要为被慢性屠杀的 中南部民众请命 唤请大众对公投的重视 回归正常的民主机制 如果我一个人的牺牲 能够换来全体国民选择的自由 这是我这辈子 做过最划算的交易 而你的行动 决定我们所有人的未来 对公投票 我去那里 做过最划算的交易 对公投票 这是你这种交易